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我們這節繼續和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這節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是 顏順歐Facebook的post 近日也有很多人寫了 不同的文章回應蔡子強 說的話 包括 很多網上的KOL 也看到 沈旭暉也寫了文章反駁蔡子強 我相信 反駁蔡子強的人是很多 我也相信 大家都很明白 反對蔡子強說的話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 不是每個 每篇文章也跟我們 現在我們主張的立場比較接近 顏順歐寫這個文章 說的重點我認為 跟我們一直主張和提倡的東西都相當接近 所以我們今節就特意分享他的文章 駁斥 蔡子強說的話 我們繼續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我們現在的節目集中在星期二日報 大家記得快點來訂閱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的封面是黃色底 黑色字寫著星期二日報 另外那兩個頻道就不是這樣的 叫大家去找星期二日報 所以你可以 清晰 易容易 可以分辨到兩個 不同的 幾個不同的頻道 所以 不要跟我們說很混亂 因為已經弄得很清楚 不同顏色 所以 來星期二日報 訂閱 支持六部曲 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幫我們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繼續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經濟許可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繼續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大家不要撤出 我們現在剛剛叫做勉強 頂住就是現在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找到的關鍵位 找到一個拐點 拐點就證明我們現在應該用現在這個經營規模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希望大家 不要手鬆 保持著這個力度 不過 就不用大大力加大了 這個力度應該可以繼續 頂住 除非情況有 突變 我們真的很難說 因為是政治打壓來的 政治打壓就是會五時花六時變 所以很難說給你聽 這篇文章的台頭叫做見好就收 和一鋪青桌 這兩個 說話這兩個說法都是蔡子強 所說的 這篇文章就寫著與蔡子強 相確 中大政治學者蔡子強鑑於香港政治的陰霾 而且意興難珊 決定 提前退休 退休之前接受訪問 認為過去十幾年香港的政治生態 被激進力量主導 什麼叫激進力量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香港年輕人未學懂就是進退有據 導致今天 公民社會面臨全面肅清 一直之間輸掉所有 他的說法並不新鮮 這就是 見好就收的心態 在反送中運動初期 六四鎮壓之前也出現過 這裏真的沒有說錯了 事實上 見好就收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這個藍絲經常都說的 台灣也有藍營的人跟我們說過相同的東西 叫你香港人好見好就收啦 不要在這裏搗亂自己的家 我想問你 見好就收 那個好 在哪裏呢 好了去哪裏呢 盲了眼的少女的眼 是不是很好呢 陳彥霖 復活了 周智諾又復活了嗎 為甚麼我看不到哪個地方是好的 即是你覺得用幾條人命 又或者不止幾條人命 用一堆人命 換了你 特區政府說要收回條例 那就是很好了 原來這樣就算好了 我真的很想再問這些問題 蔡子強 我真的想不明白 怎麼看好就收 你哪裏看得好 在六四鎮壓之前也出現過 到了今天 文章就說了 至今還有人埋怨 趙紫陽 沒有跟鄧小平妥協 造成 黨內改革力量一鋪清袋 香港人的民主抗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期間起伏和演變都是時勢 造成的 不是某些人可以左右的結果 運動如果沒有堅強有力的核心領導 缺乏足夠的權威 去主導 方向和策略 只是不同的政治力量 合力所推動 不論理性還是激進 自有其內在邏輯 不是選擇題 也沒有是非 繼續回應什麼叫政治是妥協藝術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是在民主國家裏面行得通 但是我們面對的 是一個獨裁 殘暴 不講信義的統治者 跟中共妥協 永遠都不是妥協 只是單方面 不斷退讓和屈服 到最終 習慣 被統治而議 這段我們相當 相當之同意 跟中共妥協 根本不是妥協 只是你讓給他 實際上 中共讓給你的東西 半樣都沒有 他們 他們將 向 統治者屈服 甚至乎被統治者屠殺 說成是一種 妥協 的藝術 這個 就是香港 一部分的民主派 一直說的 這件事 我們很希望 香港人 真的去認清這件事 繼續下去 妥協的結果 應該要有回報 港人跟中共妥協 香港能夠慢慢走向完整意義上的 一國兩制嗎 今天看來一國兩制 本來就是權宜之計 就是將50年不變 操弄成50年漸變的長過程 而議 這個也說得很清楚 所謂50年不變 就是把你要死的過程 慢慢拉長 實際上 根本中共等於 沒有任何的妥協 但是這樣 也是把香港 香港人 整個地方拱手相讓給這個中國共產黨 你換了甚麼回來呢 換他不要殺你殺得那麼快 現在人家撕開面具 拿著圖刀來砍你 最壞都是你們啦 撕開他那個面具 我也是 不是開玩笑的 我聽過很多 自稱是民主派支持者的人 這樣說 大家如果有看過這套電影 叫做《20世紀殺人網絡》 裡面也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看過的朋友就知道 主角那群人就是要擺脫電腦的操控 電腦操控的就是一個 虛擬的世界 他們認為這是假的世界 現實的世界才是正常的世界 他們要擺脫電腦的操控 但是也有人 怪罪主角那群人說 最壞也是你啦 激怒電腦 我本來也不想醒來的 現在被你整醒了 我又睡不回來 他最主要的一句是在這裏 我又睡不回來 你整醒了我 電腦就當了我敵人了 現在我要被迫著跟你們這群混蛋一起 其實 他們說的那句話就完全跟 22世紀殺人網絡那部戲裡面的反派說話一樣 最壞的是你們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們一起 被你搞到我醒了 現在我被迫著要跟你們 上這艘拆船 這個世界 真的有很多人打從心底裡面 希望被統治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這個節目不是要放負 但我們也想大家認清這個事實 因為我想告訴 那些 堅定 香港要繼續 對抗下去的人 要滅共的人 要建國的人 要香港獨立的人 要在世界上消滅中共 繼續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你身邊有很多這樣的阻力 我希望你們 認清他們所說的話 也認清他們的身份 不要 我不希望你們 將我們過去 那十幾年 知道的東西 跟著有很多人深淡 由黃絲變藍絲 我希望你早點知道這件事 不要你看到這樣的人 你感到非常沮喪 其實 是不斷有這樣的人走出來的 最壞也是你 本來我可以繼續 繼續辦睡的嘛 被你叫醒了 被迫著 現在我要跟你們站在一起反抗 我就被人當敵人 其實我是打算支持他的 好 繼續下 當中共需要香港人奉獻的時候 一國兩制是最好的迷魂湯 隨著中共 恢復元氣 狼子野心根本就是壓抑不住 露出真面目 只是遲早的事情 香港人妥協 中共就放軟身段 香港人 不妥協 中共就以暴政鎮壓 結果也是一樣 香港的自由 人權和法治 結果也會清零 中間就跳一跳 佔中期間爭大台 證明市民早就失去耐性 抗爭主流已經從理性轉化到激進 這是時勢發展必然的結果 從那時開始到旺角蘇聯 都是反中中運動的前奏 到那時再談什麼妥協 都已經是昨日黃花了 衝突 逐漸惡化 中共又為何不妥協讓保 你說妥協 別人跟你妥協了什麼呢 別人 交了什麼人出來 讓你懲處呢 你說跟中共妥協 中共跟你妥協了哪部分呢 你跟別人講假 不如我免費送給你啦 然後你就說贏了 我們成功交易啦 一元也不收 就把我們的貨品送出去 這樣也算是談判 你賣好了 你還要賣我們那份 可不可以有這樣的道理呢 主張和平抗爭 不主張激進抗爭 從黎智英到何俊仁 蔡從黃之鋒到周恆彤 從蘋果日報到立場新聞高層 那些是新聞人來的 他們也不是抗爭者 他們也非常理性 非常和平 不願意屈服 按照蔡子強的說法 那麼 民主義士 遭遇的不公平 是 夠由自取 如果你說要妥協 要見好就收 為什麼這些 完全和平的人 完全理性了 一點也不激進了 完全沒有參與釘磚 沒參與 火魔 沒打差人 甚至乎是做新聞 的傳媒人 全部都需要入獄 那麼他們做的事 是什麼事 搞到要入獄呢 我真的很想問 最後作者就這麼說 面對強權 寧為玉碎 不為瓦泉 這是我們的選擇 我也認為這是香港人的選擇 既然抱著理想 付出犧牲 承擔一切的後果 最重要 就是自己要站定 等待時勢的變化 中共 又何嘗不是一拋青袋呢 中共已經沒有未來 香港人還可以跟他鬥長命 所以我們就是 認為香港人 香港民族要繼續 繼續延續下去 這個 是現在我們香港人其中一個重要的事 我昨天就說了 少少俄羅斯 還有格魯吉亞戰爭 還有烏克蘭的情況 好了 其實 當然我不會主張你立即就是武裝革命 如果你這樣解讀的話 你就把我昨天所說的東西 斷章取義 禮橫折曲 我昨天說得很清楚 我說 如果你想建國就參考一下 人家就用武裝力量 我沒有叫過 你現在香港人走去武裝力量 所有人都知道香港現在做不了 是不是 但是我們只不過把最現實的途徑 告訴大家 到最後 就是叫槍桿子出政權 我們 主不主張 以及現在的人做不做 以及事實是什麼 是幾件不同的事 我不會因為現在做不到 我就告訴你 太陽不是從東邊升起的 是不是 太陽從東邊升起 西邊降落 這個是事實 你做不做到太陽 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也沒有叫你要去做太陽 其實我只是告訴你 太陽每天 從東邊升起 所以 很多人閱讀理解有問題 我們昨天 只不過指出給大家知道 這個世界上 很多政權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 就是正如 太陽從東邊升起一樣 這個是事實 我們沒有叫過你要去做的 因為我知道你也做不到 還有如果你真的不是藍絲 不過我覺得你也是 如果你是藍絲 藍絲經常都說這些 因為藍絲最喜歡說的就是叫人衝 自己鬆 實際上 他們連什麼叫人衝 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根本從來都沒有衝過 如果你有去過 一個集會現場和一個示威現場 其實不是誰叫誰衝的 所有人 是集體意志來的 所以不要再說那些小朋友說的話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下節說下的話題 拜拜